今天我们来谈谈有天下第一型书美誉的蓝亭集序 首先我们来复习什么是序 序是一种应用文体的名称 它是为了著作所写的介绍性文字 内容可以包含说明写作缘由 文本内容或是对内容的评价的 在分类上序又可以依照位置作品性质 作者身份细分成许多类型 像蓝亭集序便是属于前序诗纪序 这里大家也要注意一些经典文章是属于哪一种序哦 蓝亭集序是魏晋时期书法名家王羲之的作品 王羲之是魏晋宰相王导的职儿 诗称王羲之的诗文 辞彩清丽 直接出发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但他最出名的不是他的文章 而是他的书法 尤其是凯书 行书 草书 更是一绝 有角落金融 飘落浮运的美城 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蓝亭集序 传说唐太宗对蓝亭集序爱不释手 曾下令将蓝亭集序跟他一同埋葬 从此蓝亭集序便有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城 而东床快序 坦富东床 入目三分 这三个成语 都是跟王羲之相关的 大家也要留意哦 再来我们来复习课文 蓝亭集序是王羲之与朋友在修细事时 集结众人所作诗文呈测后所写的诗集序 因此在课文的第一段所提及的 便是这场聚会的背景资料 包括人 事 时 地 物 甚至还交代了活动内容 第二段描述的是宴会之热 不同于第一段集中在宴会本身 第二段 王羲之将描述扩大到整个环境 将视野放大到仰观宇宙之大 复查品类之圣 这样开阔的视野与心胸 有点类似于书士在赤壁夫中所提到的 浩浩乎如平须御风而不知其说止 飘飘乎如仪式独立 与话而登仙 都是让自己的心胸畅达感到快意致死 因此 王羲之很肯定的说 当下幸可乐也 他正面的肯定了宴会的快乐 然而 这样的快乐并不长久 在赤壁夫中 我们看到冻宵客在饮酒热盛的情况下 悲伤生命的短暂 这种游乐转杯的情怀 我们在王羲之的蓝亭集序中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 第三段前半段 王羲之还在说明对美好人事物的欣喜 但后半段他接着说 这句话是课文基调游乐转杯的关键 王羲之从快乐的无常 联想到生命的无常 相知所心 抚养之间 以为成绩 又不能不以知心怀 况修短随化 终其余境 快乐的事情 终有一天会结束 生命 一样也有结束的一天 那么 面对人生的短暂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 王羲之正视了生命有所终结的事实 并批判了未尽时盛行的老庄生命观 一时生 其碰伤 他已自身过去 阅读前轮文字 并产生共鸣的经验出发 寻求能把这样的快乐 还有生命 保留下来的方法 最后 王羲之找到的方法是 透过文字 也就是文学的永恒性 延续快乐与生命 所以他说 后知是经 亦由精知是习 随世书是义 所以心怀 其志一也 后知难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而这样的想法并非只有王羲之有过 三国时期的曹丕 在他的典论论文中也有提及 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可见文学的永恒性一说 并非一家之谈 而在修辞方面 蓝亭积蓄的重点 有二 第一 是引用中的暗影 在课文里 王羲之分别引用了 论语 不知老之将至 以及庄子的 一死生 其蓬商的说法 大家要特别注意 第二 是错综的抽换词面 除了本课 这样的修辞在 众术 郭陀陀传 大同与小康都有 大家在复习统策的时候 要能做 可词之间的连接 而在重要字意方面 修与桑 在蓝亭积蓄中 都重复出现过 而且分别指不同的意思 因此翻译词要特别注意 不能看到一样的字 就把它们看作是 一样的意思 诚语的部分 这一课都跟书法有关 大家复习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统整一下 最后我们来谈谈 历届词题 蓝亭积蓄 在统策 大部分都是考验学生文法 或是重要词语的部分 比方说 110年统策 就考了复词的范围 题目要求的是 范围层面的完整 但选项A 为程度范围 C 是频率层面 Z 则是时间层面 B的句字 解释作详细 属于范围层面 因此当作证结 105年的统策 虽然有以蓝亭积蓄 作为阅读文本 但考题所考的内容 也是偏向 致意与文法 比方15题考的是 双重否定用法 以联用 未尝 及不 两个否定词 造成肯定效果 并要求考生 找出并非双重否定者 而16题 则是以动词中的 异动用法 作为考题 也就是把什么 当成什么 这两题表面上是考文法 难度看似很高 但只要考生在课文文意上 有好好把握翻译 也可以准确拿分 最后 除了蓝亭集序以外 也有不少课文 出现过天干地支 同学不妨把天干地支的考题 刺为基本 这一课的课本 有这张图可以对照 在计算天干地支时 除了十天干 十二地支药剂以外 别忘了 地支也可以跟生效搭配 最后提醒大家 无论是哪种考试 在文艺的解读 以及基本的国学部分 都不需要好好把握 如此才能占无无不胜 好 那么今天难听集序 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龙腾统策集战力 我们下课咯 我们下课咯